我觉得最近我比较关注还是阿富汗的形势 阿富汗的形势很明显塔利班背后有中国的支持 那么中国其实它对塔利班政权成立之后 中国将成为它最大的金主 塔利班政权将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会变成新的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逃避的一个避风港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中国出钱让这些恐怖分子在美国欧洲 继续制造恐怖活动 这样的话可以分散全世界对中国的注意力 那么这个中国是吃过甜头的 2001年的话本来小布希总统要对中国高压 要围剿中国 结果911之后马上就开始转向中东 中国吃过这么一次 占过这么一次便宜 那很可能他继续操纵塔利班 在做这方面的事情 那塔利班就是拿钱给人办事 其实所以说我觉得 按理说按照他们如果真是宗教的 这个过激派的话 他们是不可能中鸦片的 那是绝对违反伊斯兰教的教义的 所以说他们中鸦片赚钱 而且应该赶快拯救新疆的同胞 对对对 所以他们也是一群无底线的家伙 所以说今后我想 如果中国能暗中操纵塔利班 塔利班全世界发动恐怖攻击的话 全世界将会继续陷入一场恶梦 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 是一分钟总结 那大家看到最近的最大新闻 就正如斯坦先生说的 是阿富汗的局势 那阿富汗的局势呢 我觉得说是 曝露出拜登政权本身 对于这个美中关系的一个应对 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破口 那很多都说 那趁这个时间去旅行 去那个是Vacation 去休假 这是很要不得 那的确有这样的批评 而且侧君整个是乱的套 所以这个情况 要反映到刚刚讲的三个题目 我觉得说 北戴河会议后面的那个权斗 只是现在是在拖挪 但是会有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中共还有六中全会 还有明年的北戴河会议 所以很多事情会发生 所以不用太记挂在那个事情上 重点是 美中在那个疫情报告 美国公布的疫情报告 几天之后公布之后 它会不会说 产生出一个很好的结论 如果不好 我们也会评论反对 如果它是好的 那基本上中共也会继续的刀外宣 但我觉得重要力量是 阿富汗局势 因为如果一带一路 当作一个破口 给中共来抓住的话 其实对美国的国家利益 跟自由民主争议的国家利益 是不对的 那反外国制裁法 是中共用错药 用药过猛 就是说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就用石头扎自己的脚 就好像王毅常讲那句话 就扎到自己 中共自己的脚痛了 那痛的时候 他会不会说 真的会那个警觉 警觉 不会再放肆 不会 他会更加细致的 来去分化瓦解 不同的华尔街集团的势力 用豁免制度 拖延 用两种方式来做 所以大家都要密切观察 往后局势的发展 救命中心 就会发生了